六库仙贼在一人之下中出场不多 但算是最接近现实的八奇迹之一了 现实中 没有可以拘束三宝的武器 没有可以改写性命的手术 没有可以操纵时空的奇门 没有粘液摘花变成的炼器 没有内景万放的法术 也没有那么霸道的原因 非要说的话 倒是有凌空旧化的俘虏 和盗取天机的贼王 盗天机 这玩意解释起来挺麻烦的 为什么要盗 盗的是什么 盗来有啥用 都是问题 记不记得西游记里有一个扣元外 为人乐善好施 散尽家财 然后死了 你用人理道德来看 那是好人美好报 但你要从修炼的角度来看它 死有余辜 因为人的先天一气就那么点 你这里散一点 那里散一点 就散没了 所以怎么才能就扣元外呢 要试图四人做贼 盗行逆施 贼的是自身的先天之气 盗的是自然的生灵之气 把那阴神拿走的 讨要回来 再也不开摘布施 做一个真正的扣元外 这便是盗天机 至于盗的是什么 在内弹中 瑶池为口 金叶为酒 残簇金叶与上雀桥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口腔的天花板 大口吞下 吞的这个过程 叫引刀龟 也叫盗天机 有人可能觉得 不就是咽口水吗 嗯 这就要回来说说 什么叫六库了 人体中 五脏丝内 不与外界往来 而六腑丝外 要吸收外界养分 为自己提供生机 为了吸收外界养分 分泌的这个物质 就是人经天律 老话说 留一分精业 多一份生机 奉献郡内 六府干涸 急火攻心 奉献花的古名 就是急先锋 需要天机降雨 这破解之法 不在口中上官 而在六府下官 消化吸收 盗取天地 这才是圣人大道 这里和大家说个人 宋朝有位大业姓葛 名长庚 由于钻研盗天仙之法 世人称其为 道圣 道众之圣 哦对了 这位葛大爷 又名白玉禅 后世 三峡武艺中 戒其名创造了一个名叫 白玉堂的角色 再后来 又以白玉堂为角色 创造了一个 叫白斩堂的角色 所以 九龙杯算什么 要盗 就盗取这天地 好了好了好了 老白 赶紧和人物大陆出来了 另外 引刀龟是方法 不是目的 若是没有利金九转 错引刀龟 可是要被卷入那 信海流沙之中 对 谢谢大家